大家请合掌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是矣 最统修最护法 大家晚安 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在借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讲一讲 学习如何来认识佛教 其实我们能够聚会 一起来学习 说明我们每个人 跟佛都有缘 学习认识佛教 首先一定要先认识 我们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一生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的志向是什么 他的工作范围是什么 他的事业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你才对佛才会有信心 就好像我们念佛一样 你要先了解阿弥陀佛 先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了解之后 我们才会有细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师父 再借这个音源 跟大家讲一讲 简单说明一下 当时我们在学习 因为时间很短 师父只能顶多半个钟头 或者到四十分钟而已 因为怕太晚 师父 第一次到台湾学这个佛教 第一步的学的是认识佛教 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什么呢 让我这个信心更加坚定 让我一个方向 我将来我的目标是该怎么走 我这条路该怎么样去行持 让我的前途 将来我能不能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利益大众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利益 就是里面的内容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师父很多次呢 讲到那个释迦牟尼佛传了 看了很多次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流泪了 为什么流泪呢 因为我发现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真的太了不起了 释迦牟尼佛太伟大了 真的太伟大 你看哦 他可以活在一个帝王之家 享受荣华富贵 将来继承他的父亲 就是敬贩王的地位 去管制整个国家 而且这些印度那个时代呢 也为释迦牟尼佛 也算过命哦 将来他不仅仅 管整个影响整个印度哦 影响整个天下 但是你看哦 他不想说 他也不去继承他的父亲的王位 宁愿活在一个 一树下一树 三一一搏 一生 过得简单的生活 来为大众 为一切众生 以他的能力 用他的慈悲心 用他的愿力来贡献给一切众生 贡献给一切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太了不起了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从来不求回报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地藏菩萨本圆经 经文一展开 我们有看到一段经文 哪一段经文呢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五着恶事 就是在这个着恶的时代 释迦成佛 不容易 真的 很多菩萨看到我们这个时代 着恶的众生 一看到一扭头就走了 不想度了 太难度 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 释迦牟尼佛以他的本愿 以他的慈悲心 从来不舍弃我们众生 用他的慈悲 用他的力量 用他的智慧 都是在帮助我们离苦的了 你看这种 这种的释迦牟尼佛 太了不起了 像这样的老师 是我们值得来学习的 像这样的老师值得来做我们的榜样 特别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 你去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传 你去看 你去了解 真的太了不起 我们看到有时候 不知不觉就流泪了 所以我对这个认识佛教 其实有一个很深度的去体会到 体会到佛真的不容易 我们有时候遇到一点点的事情 都受不了 你看那个佛 释迦牟尼佛 他走到哪里 有一次 有人取笑他 很粗的语言来骂他 骂了好久 释迦牟尼佛 他怎么样的态度 一句话也没讲 坐下来 静坐 笑咪咪的 那个人一直在骂他 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讲 而且都是那种笑容 笑咪咪的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来骂我们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可能到你的厨房 拿你的菜刀 有可能 但是释迦牟尼佛 从来没跟人家计较 所以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我为什么对这个认识佛教 非常的一个很兴趣 师父刚刚学的时候 回到印尼 到这个大学去讲课 有时候去讲 都是讲什么 都是讲认识佛教 让他们明白 释迦牟尼佛太伟大了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学佛的好处 学释迦牟尼佛 你看到 我今天要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对我 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他能够包容 包容一切无万物 对人对事对物 你能够包容 就好像大海一样 什么样的水到大海 都是一个 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雨水 山水 河水 种种的 什么样的水 到了海 都是一样的 释迦牟尼佛让我体会到 就是有这个的好处 为什么 你能够包容 你能够包容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都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欢喜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你在生活里面 我们在这个生活 有所谓遇到很多事情 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够称心如意的 不如一事的事情太多了 禁言 但是这些所遇到的 这些禁言 你如果对认识佛教 对这个释迦牟尼佛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些禁言 它不但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你要记得今天 舒服所说的这一讲话 你所遇到这些的事情 你所遇到这些的禁言 它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而且变成了一种力量 一种power 一种力量去面对 去反省 去成就 它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这个就是我学 第一个好 向释迦牟尼佛 那个心能够包容一切 这个就是我学释迦牟尼佛的 能够包容 对人 怎么样的人 你能够包容 所以师父 以前那名学佛 跟刚刚出家 师父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脾气 脾气很大 自傲 所以没什么朋友 你想一想 哪一个人想跟你交朋友的呢 没有人跟你想要交朋友的 朋友不多 真的 后来因为你的脾气伤害到 你最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后来想一想 如果脾气不改 我的自傲不改 将来会变成你的障碍了 所以我们的家属 像师父的家属 很多这些朋友 现在 很多朋友 现在 他们为什么会来学佛 就是因为我整个人生光变了 虽然现在有脾气 但是 不像以前那样 真的 邪福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甚至有时候现在遇到一些事情 不但不会发脾气 而且有时候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好像 人很可怜 真的耶 邪福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简单 给大家先说明 真的 我们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如果今天你对老师不认识 你今天所学的佛法 你对佛没有信心 好 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到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学佛 首先一定要知道 因为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门很多 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选择 这个很重要 而且选择的条件 要适合我们的程度 要适合我们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要求的程度太高了 我们是没办法学习的 而且 浪费时间也不容易成就 你所学的 你会很困难 你会很困难 就像我们今天 为什么选择念佛法门 像我选择念佛法门 因为它简单 有时候甚至于自己有一点烦恼 自己有一点心 有时候有点感觉很困扰 我把这个烦恼困扰 统统放在哪里 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祈求阿弥陀佛给我力量 祈求阿弥陀佛给我加持 让我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来面对 我的眼前的这些手势 我的眼前这些的问题 能够增加我的智慧 希望阿弥陀佛能够加持我 我把这个阿弥陀佛很容易 你今天选择比如说禅宗 我不是说禅宗不好 我们没有那个根性 传宗里面第一个要教你什么 明心见性 你要看一切物 你能不能从这一切物当中 你能够开悟 你说我们能吗 没办法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 你一定要适合你自己的程度 你要适合自己的你的生活环境 你要适合我们现代这个大时代的背景 你要先看这个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社会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个人权 我们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 没有社会 没有人权 我们是没办法生存的 你说你今天想要吃饭 你吃的米从哪里来的 你今天你想要穿衣服 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能够过得温暖 能够过得好 安心 读书 赚钱 你的生命谁给你的 是不是 这个道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我们必须衡量这些条件 适不适合我学这个法门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最基本的一定要清楚 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了 那你今天所学的都是让费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念书一样 以前我们念书 我们每个人都有读书 读书一样的 选择我们的课系 如果今天我们选错了 我们的这个科系呢 那你学习的时候会变成你的困难了 你的障碍 又很难成就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选对了 学习就很容易 你就容易成就 像师父以前 我的大舅 天天逼着师父去读什么 学习什么 学医学 师父对医学没有兴趣啊 一直逼着我去读 我也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我没办法呀 因为师父以前都是喜欢学经济的嘛 喜欢做一个企业家嘛 所以很兴趣 天天都是学这个东西的 对这个经济 将来要怎么样做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 就是学这一个 但是你看 我们的家属天天逼我是做这个 所以很难啊 所以很多家长你看 说实在的 现在很多家长 都是逼着自己的儿女 去学习他想要的 从来没有跟儿女沟通 而你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耶 所以现在你看家长跟儿女 为什么关系不好 一个想要东 一个想要西 没有两个人好好沟通 你说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吗 就好像一对年轻人 他要成家 成家之前 他先要一种感觉 谈恋爱的感觉 然后互相了解 这个人有没有靠谱 这个人有没有安全感 这个人有没有诚实 我以后嫁给他 以后我娶他的时候 我能不能两个人好好去过生活 我们要互相了解背景 互相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 如果不了解的话 那个傻姑姑的嫁给他 那不是百费了吗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一些邪佛的弟子 跟我说师父 以前他没成家还好 现在成家好辛苦 师父我想出家 以前叫你出家 你说师父出家 哪里可以 当你遇到成了家 遇到了烦恼 想一想 以后师父的话是对的 住家是比较好 所以大家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佛所讲的 为什么有讲八万四千法门呢 佛所讲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就好像一个大仓库一样 你一展开全部都在里面 无量法门都在里面 你适合哪一个你就学习哪一个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念佛法门 因为念佛法门容易 不用断烦恼 就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能够待业往生 其他的法门不行 其他法门你要断烦恼 你才能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 你要断烦恼 你怎么断烦恼呢 念佛法门不用 只要你辅助你的烦恼 只要你能够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有西方极的世界 你从来对阿弥陀佛没有欢迎 就能够待业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我们很多 学佛的人学了几年 三十年四十年 烦恼有没有断 不但没断 烦恼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苦 念佛又功夫又不上 所以很难 真的很难 所以今天我们选这个法门是正确的 真的为什么不是其他法门不好 因为都是佛讲的不是 适合我们的根基 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适合我们这个背景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下面 对于我们学佛的人必要知道我们学佛才不会迷信 真的 我一生讲了四十九年的佛法 最重要是讲什么呢 最重要是讲什么 博士在讲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世界墓地佛很伟大 伟大是什么 他发明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他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宇宙为什么会这么多 这个虚空伐气 为什么这么多 都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把这个宇宙的人生的真相 来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宇宙的人生 宇宙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的生活居住的这个环境 你对这个宇宙 你对这个居住的环境 你今天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你了解了吗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当你遇到种种的这些的琐事 你该怎么样去面对 人生是指什么 最简单就是讲我们的本人 很多人 一生 到他老的时候 甚至于到临终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人生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真的都不知道 你现在看很多人 只要我们在这个人生 吃饭 睡觉 睡觉 吃饭 工作 赚钱 或者一些反正就是人 你问他 你问他你人生观是什么 你的方向将来 在这个人生里面 你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真的都不知道 糊里糊涂的 来到这个世间 糊里糊涂的 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都是这样 一年365天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有时候不知道 我们今天还好 有写佛 有念佛 让我们明白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天天 特别青年人 青少年的 天天都在让费什么 让费他的生命 让费他的时间 放在那里 没有意义的 很可惜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的 青少年 利用他父母的财力 地位 权威 天天搞什么 杀到邪影 天天搞什么 对作为那些没有意义的 很可惜 甚至于现在 你看全世界 吸毒的人 都是年轻人 你看佛告诉我们 能够得忍生 真的不容易 你要很大的福报 你要用很大 很大的福报 你才会有这个机会 得忍生 你今天得忍生了 你把他糟蹋了 你不是很可惜 你不是乙驱 你不是乙痴 那是什么呢 由此可知 我们看下面 佛讲的一切经 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什么 都是讲我们自己 都是讲我们自己 不在讲别人 佛从来不在讲别人 都在讲自己的 自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的真相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不然的话 经本一展开 你所学的东西都是胡思乱想 而且越想越远 像什么呢 像佛法好像跟我们生活 都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用处 而且最后 又把佛又变成米信了 很多人 说实在的 就是有这样的 信像 你看 你看 你今天 你问他 我今天学佛是什么 我拿着念珠 我拿着经本 我今天念经 学佛是什么 学佛就是要念经 学佛就是要念经 早上念你一遍 中午念你一遍 晚上念你一遍 甚至于在 那个时候看看佛 佛有没有在看着我 念经完了 跟佛报告 念经完了 佛 今天报告到这个地方 佛还需要你念经给他听吗 今天都是佛讲的 还需要听吗 今天都是念给自己听的 你要把自自聚聚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 不然的话变成米信了 天天拿着经书 所以佛法所讲的 无论经典是大小前身 自自聚聚都是跟我们 你的生活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教你怎么做人 教你怎么处事 教你当你面对你所有的眼前的这些琐事 当你面对你的困扰 你的烦恼 当你遇到这些你的心 很不快乐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你解决 所以欧阳静武先生 过去告诉我们 佛法是今世所必须的 因为佛法它不是迷信 因为佛法它是一个教育 真的耶 今天如果没有佛法的话 我能不能改变呢 我改变不了 经过学习 我才发现 这个脾气真的不好 经过学习 常常打望也不好 经过学习佛法 也明白佛说的 语言会带来 跟人家解恶缘 如果你这个语言 用在不善的语言 佛告诉我们 如果你用在不善的语言 你会损你自己的福报 你会增加你的业障 你会带来很多一些 五量节的殷亲在主 累劫的殷亲在主 将来他会来跟你找麻烦 会来障碍你 会给你痛苦 经过学习佛法 我明白 今天你对你的父母不孝 将来你成家 你的儿女也是一样 都对你不孝 为什么呢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所以佛法它不是迷信的 就是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不断的都是来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不要走错路 不要把这个人生造塌了 让这个人生更有意义 更有乐观 更有美满 更的幸福 教我们该怎么去做 教我们该怎么去学习 教我们该怎么样去落实 这个佛法的好处就是这样 就好像一盏灯 照亮我们自己 也能够照亮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说明 佛法要懂得选择 不能乱选 不能乱写 写到最后 没有一个能够成就的 你看我们读书 我们以前都读书 从幼稚园到高中到大学 到落实在生活里面 你有用 你所学的东西 你有没有 在这个生活里面 用得到吗 你所学的东西 有没有用得到 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说明 我们学佛 这个法门太多了 要适合我们的背景 适合我们的根性 适合我们的生活 适合我们的能力 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明 说明什么呢 我们今天学佛要从哪里入门 这个很重要 看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今天学佛要从哪里入门呢 学佛要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学佛能够得到好处 要从哪里写起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像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介绍这个好 那个好 但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开始 一定要有一个基本 一定要有一个基础 你所学的 你才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这个呢 我们必须一定要一个认知的清楚 更进一步去了解 你要从哪里学习 开车 不要让人家 以为我们学佛的人 都是迷信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像以前 我有遇到一些人 来到我的寺庙来找我 跟我讲很多一些佛教的关系 说我们佛教怎么样 说我们佛教是如何如何的 因为他对佛教不认知吗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你要写佛从哪里开始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 诸佛福尚的名后 它的表法是什么 诸佛福尚的照相 它最重要的是表法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不然的话我们天天拜佛 这不是拜什么 真的 有时候很多人 不知道我要拜佛拜什么 在佛法里面 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方法所指的 在佛门里面就是善巧方便 如果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高度的艺术境界 特别今天的佛教 教学将近两千年 已经走向什么 走向艺术 这个大家我们都很清楚 到现在 所以很多人现在用这个什么 用拍电影 用音乐 用舞台 用表演 做种种的这些 来做一个表达 佛教是这样的 像师父以前看这个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是谁 我看这个影片 太了不起了 所以以前最喜欢读经的 喜欢读什么 六祖谈心 很多人我们对六祖慧能大师都不知道 经过看这个影片 慧能大师什么了不起 这个必须要给大家来简单一个介绍 这个必须的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诸佛菩萨 无论他的名号 像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无论是他的照相 无论是地藏菩萨像 观音像 阿弥陀佛像 无论我们今天来供水 供花 供果 供灯 种种的 他最主要的表法 教导我们什么呢 就是教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一定要不断的 有修得 那德最主要的 用简单来讲 是什么呢 就是教你 你对人 对事 对物 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要温和呀 你要善良 你要尊敬 你要懂得节俭 你要懂得忍让 换句话说 你不要犯杀生 去伤害一切众生 你要犯托盗 你不要去犯邪影 你不要犯你的狂语 你不要去犯饮酒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毛病 现在你想一想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 现在的人类最缺乏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最缺乏的就这些啊 对人有没有善良 对人有没有善良 共高我们 自私自利 轻视别人 目中无人 常常用他的那种态度 你积压别人 你控制别人 对人有没有懂得尊敬 对父母有没有尊敬 对老师有没有尊敬 对朋友有没有尊敬 对长辈有没有尊敬 现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够懂得节俭的人 不多啊 天天浪费 你看现在很多青年 青少年 你看他吃的东西 食物 很多那些小孩子 糟蹋食物的人有多少 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 没办法维持了 你看我们的人类能不能活 你看现在的社会的人 能够互相忍让的 也不多啊 所以释迦努尼佛 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佛 在这个里面东西 都是表法 表法什么 就是教你修这个 教你做一个好人 教你做一个善人 教你做一个有孝训的人 懂尊敬的人 而且也表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当如何来修学 才能够使我们 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信德 把你的慈悲心 把你的清静心 把你的喜舍心 完全能够显露出来 而在生活里面 才能够得到受用 所以这些都是表法的 像过去我有遇到一个人 他来取笑我们 而且来取笑我 你看你们的佛教 你们的佛教在搞迷信 搞什么迷信呢 而且不但搞迷信 把人家天天往堕落 比如说你们佛教 到佛堂 比如说供香 供水 供水果 供花 我们为什么搞到这样的迷信呢 都这样取笑 比如说供香 供香是表法什么 我们看下面 香是代表信心 对佛菩萨的教诲 你没有疑惑 生许坚定的信心 我们今天很多人 我今天要讲给大家一种提醒 我们今天学佛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今天念佛的人 学佛的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不是你的内心的贪嗔痴 不是你的内心的自私之力 不是你的内心的这些明文利用 五一六成 不是 最大的障碍在你的内心 你有那个疑 疑 你今天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 真的有阿弥陀佛吗 阿弥陀佛真的会加持吗 阿弥陀佛真的会示现吗 真的会来见我们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阿弥陀佛真的会来加持保佑我吗 你对阿弥陀佛都没有信心 阿弥陀佛能够示现吗 你能够往生西方起的世界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相第一个先教你要相信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动乱 就是因为疑嘛 对佛弗萨生寻的将会 不相信有因果存在 而且甚至于叫我们 哎呀 讲第一 第一根就不存在的 都是来吓吓别人的 哪有地狱的 世间没有地狱的 人只有一次 人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次 结束了 没有了 哪有这样的道理 如果人只有一次的话 那就不用学佛了 没必要学佛 还需要学佛吗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宗教吗 没必要 只有一次嘛 你看 所讲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用香 我们共香给佛 不是给佛 我今天共香给你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高兴 而且这个香都是成香的 不是啦 佛不需要这些啦 今天我们烧香的时候 当我们在佛的面前 我们当我们烧香的时候 第一个先起来的信息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就是以人为善 对人对事对物 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你的缘与你的行为 你要以人为善 当你烧这个香的时候 提醒自己 反省自己 我这一生 我这一天 24小时里面 我有没有以我的行为 我的原意 去伤害到别人吗 这个烧香的意思 提醒你 提醒我今天我要好好 把我的语言 把我的行为看好 因为不要不善的行为 不善的语言 然后去伤害 去骂人 去说别人 这个代表 第三个代表什么 知恩报恩 谁的恩对我们最大的 佛法里面讲的 四种恩 哪四种恩呢 父母对我们恩最大的 老师对我们恩最大的 国家众生 你要懂得这些 你才能够懂得去报恩 提醒你 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作为一个有孝顺的人 这个是香 那花是什么呢 花教你有什么 教你要修阴 看到花的时候 你要修阴 很多人说 师父 供花 很多人说 供花将来 你会长到一个很 比如说漂亮 很美 很完美 有一些人喜欢 特别是女生 听到供花给佛 将来会长得很完美 这个六根里面 没有缺陷 都长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拼命的供 供什么 供花 所以你看 你看很多那个佛堂 如果有做法会的时候 那个花谁来供养 都是女性来供养 很少有听说男生在供花的 很少的 叫你什么 叫你修阴 你今天你看 我们得到这个人生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有一些人得到人生 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有一些人生在这个一个 福贵的家庭 甚至也生在一个帝王之家 浩德之家 这个都是跟我们阴有关系的 有一些人 跺在三恶道 跺在畜生道 恶鬼地狱 为什么会跺在那个地方 就是跟阴有关系的 这里修阴 就是说不要做坏事 你要把你的行为 你的原意 跟诸佛菩萨是一样的 因为诸佛菩萨的 言语行为都是好的 所以当你供这个佛的时候 用这个花的时候 想想你的行为 想想你的心态 想想你的态度 你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跟观仙佛菩萨一样 你要把这个音修好 它也是代表什么 人生无常 时时刻刻 警惕自己 我们在居住的这个环境 无论是人是物 都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不了主 都是无常的 换句话说 就是教你不要过于执着 不要过于计较 不要过于对这个人生观 舍舍 放不下 所以佛教的看 确实真的是超过世间 所有的教育 绝对它不是迷信的 这个简单的笔录 供花 供香 供水 供水教我们什么 要谦虚 心要清静 对人不要有傲慢的心 对事不要过于贪心 不要过于称慧 很多事情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所以当我们 这些水果呀 花呀 水呀 种种的工具呀 都是在讲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 你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是怎么样处事 待人接物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无论佛的名号 无论佛的照相 都是代表教我们修德 你把德修好了 一切都是好的 那我们今天 学佛要从哪里做起呢 从哪里学起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介绍 本来是讲到九点 哎呀 又讲到这个 哈哈哈哈 早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的伟诺 我们的这个地轮 你要哪个隐庆 要提醒师父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本来是讲到九点十分 九点五分的 你看一讲一忘记了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三 再为大家来介绍 学佛要从哪里学起 从哪个地方入门 你学佛会很快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 会很快成就的 这个下个星期再给大家介绍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每天要过得快乐 过得乐观 有什么事情 能够看破就看破 有什么事情能够看开就看开 人生无常 真的是无常的 没必要 放在心上 真的 真的 天天要过得快乐 无论不快乐 你也要过得快乐 真的 师父的人生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师父 过得也是自自在在的 也很多事情 不如意的是很多 也很多 真的 太多的事情 能够称心如意 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认识佛法 能够看开的就看开 虽然 以后它会更好 不是说不面对 就是用我们的 这种的心情面对它 谢谢大家 祝大家 老师 祝大家好好 我们下个星期 这给大家来 希望 报告 也希望大家 下个星期 来一起学习 因为你们 能够参与 学习如何 认识佛教 等于给我们大众来鼓励的 谢谢大家 晚安 祝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来回向 好不好 我们借这个姻缘来回向 来回向 师父 来带你们来回向 希望 我们 这一生 能够获得 诸佛福福萨的加持 愿以此功德 弟子学物 你们念自己的名字 讲经 听经功德 回向 累劫 燕千寨主 蒙阿弥陀佛 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离苦 得乐 回向 一切众生 上报 是从恩 下集 三土苦 若有 见闻者 喜发 菩提心 见识一报生 同生 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大众向佛 三拜 拜 七 再拜 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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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阿弥陀佛 大众 你先 奖金 你爸 下次见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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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 还好 大家好 哈 新年团也好 哈 阿弥陀佛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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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